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 台湾几十年民主政治 有像今天这么脏 这么恶劣吗 民意党副总统候选赖清德 就坐到这里 你自己坐镇 你在今年4月5月被网军打成什么样子 不是一样叫爷爷叫奶奶吗 亲爱的台湾人民 媒体自由我们绝对尊重 恶劣的媒体 全民谴责 为什么我不介绍三立电视台的采访 我说你改个名字 我这里呼吁三立电视台改成两立 我就接受你访问 为什么少一立 因为没有良心 剩下两立是哪两立 第一个造谣 第二个抹黑 这还叫新闻媒体吗 另外蔡英文总统跟一国两制 跟我早上刷牙的牙膏快用完 我一直挤一直挤 我看到蔡英文在挤韩国瑜 把他往一国两制挤 挤得不得了 跟挤牙膏一样挤 我们是选总统 支持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不是选票考量 是我们的信念 是台湾人的价值 不要去抹黑人家 你爱台湾 我也爱台湾 你爱中华民国吗 我不知道 我爱中华民国 你对2300万人民有感情吗 我不知道 因为你觉得好遥远 我有感情 不要挤牙膏的 把韩国往一国两制挤 非常没有水准 民国89年8月 你是陆委会主委 你在立法院打巡 陆委会的年报都有 未来一个中国 是台湾人 唯一的选择 亲爱的蔡总统 你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 装睡的人叫不醒 装聋的人听不见 蔡英文总统 你是不是在卖台 你怎么敢说 未来一中 是台湾人唯一的选择 蔡英文总统 你一直不停地 把我往一国两制推 一直说台湾主权 绝对不能交换经济 你民进党台面上 人物这么多 在出卖台湾主权 交换经济利益 你没有任何作为 你自己本人都说 2300万台澎金马人民 唯一 一个中国是唯一的选项 你亲口回答 你今天还在这里 指责我 老天 这世界上还有公理跟正义吗 亲爱蔡英文总统 面对问题 台湾 我们都热爱了家园 选择台湾健康 光明亮丽的发展 是我们在场三个人 共同的责任 不要扣帽子 请台湾人民看清楚 回复一下蔡英文总统 要不要成立特征组 任何检察官都可以 侦办贪污案件 以你们的监察委员 陈思梦先生 像是老虎一样 连法官都约谈 连检察官都约谈 一般的检察官 敢办总统院长 跟部长吗 你们的陈思梦 全国一千多个法官强烈抗议 五百多个检察官强烈抗议 你还告诉我 特征组没有必要 你还告诉全国人民 韩国瑜请举出 民进党贪污的例证 亲爱的台湾人民 拜托总统票投韩国瑜 我当上总统 立刻重启特征组 我来查办民进党 这执政几年的贪污 很诚实地跟全国人民报告 我韩国瑜贪污 我韩国瑜叛国 我韩国瑜接受一国两制 没有办法保护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特征组必须办韩国瑜 这是我们的决心 这是我们的态度 你一直在闪躲 包括你被派系绑架 新潮流绑架你 你们立法院余天都说了 你一个字都不敢说 你被架空 你就是布袋系 那只手 就是派系新潮流掌握你 连余天都这样子说了 你不敢讲 亲爱的蔡总统 如果民进党能够清党 把党内这些癌细胞清除 台湾人民 你可以投票给民进党 再给民进党一个机会 以现在的民进党 整个新潮流控制住了 在控制中华民国 吃香喝辣 贪污舞弊 亲爱台湾人民 你现在真的不能投民进党 不是民进党在执政 是新潮流在执政 我们蔡英文总统被架空了 一个字都不敢说 太可怕了 我不敢看 我也不敢认为蔡英文总统格局太小 我只能说 帮你写读稿机这些幕僚格局太小 三场证件会 从我太平岛挖石油 到我家里的事情 到摩天伦 今天到了高雄市的问题 等等等 不剩每一句 我有时候都糊涂了 因为你在读稿的时候 到底谁提供这些资料给你 你一个指头在指着我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到你三个指头在指着你自己 你的跳票何其多 你对劳工心中最软 你跳票了吗 你说台湾不缺电 你跳票了吗 你对工商企业全国人民讲 谦卑谦卑再谦卑 我们看到反渗透法 你有谦卑吗 我们看到的是独裁独裁再独裁 你到了高雄 开了选举的支票 你兑现了吗 你对得起高雄乡亲吗 对得起林园的乡亲吗 你承诺给台湾人民幸福快乐的四年 台湾人民啊 如果你觉得过去蔡英文总统执政 你很快乐 很幸福 拜托 2020年你一定要投蔡英文总统 不投 没有天理了 如果你觉得不快乐 不幸福 拜托 你投票给韩国瑜 这是非常公平的 你跳票记录太多 你的小编 可能就从报纸上 以及1450的网路上剪的资料 让你来这么堂堂正正的总统 政见会跟辩论会 来修理韩国瑜 格局之小啊 真的 让我觉得 对蔡总统 我都觉得我不知道该信任 还是不该信任 你的格局 我知道你的用人 我是完全不信任 蔡英文总统所讲的 我从中国网军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网军让我在选举得到了帮助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感觉我是善良的小白兔 遇到的大野狼了 蔡英文总统 你的网军 你所培养的是大野狼 现场不就有赖清德吗 他被你的网军打得趴在地上的时候 你怎么一个字都不说 杨慧如杨网军 扮演上帝的角色 说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有网军在键盘上打来决定 逼死了外交官 你为什么一个字不说呢 你为了让台湾人民相信 我有境外网军 还扣了一个曾永泉来 说他的网军借给我 蔡英文总统 不要说曾永泉的网军没借给我 他连袜子跟衣服都没有借给我过 简直在玩笑开大了 你们用纳税人的钱去养网军 被抓出来 完全装着 不知道 驻日本大使谢长廷紧急赶回台湾 要干什么 是不是杨慧如事情爆发了 不知道 广大的台湾人民 被网路年轻人被洗脑带风向 你一个字都不说 我都不知道你的小编跟幕僚 帮你写那些稿子 让你在这里读稿的时候 你内心到底是踏实 还是不踏实 你完全状况外 你就是网军最大的受贿者 如果没有网军帮你民进党党内初选 今天这里跟我总统辩论的应该是赖清德 他民调赖你20% 被你网军打垮了 真的 我多渴望跟赖清德来一场君子之争 而不希望跟你口水之争 而且一直被你抹黑 一直被你扭曲 谢谢台湾的民众 所有电视机前面网路上说的好朋友 你能不能把眼睛闭起来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过去的三任总统 20年来 到底台湾今天的处境是如何 各位亲爱闭着眼睛的好朋友 20年来 所有的总统 全部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台大法律系毕业当法官 检察官当律师 全国最优秀 但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好像不太会当总统 越当越差 台湾的情况 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陈水扁什么都好 败在一个字 贪 陈水扁是三级贫护 做了中华民国总统 历代 子子孙孙都会觉得 以他为光荣跟骄傲 这多么励志 多么感人 败在一个字 贪 马英雄总统 什么都好 学问也好 做人也好 败在一个字 软弱的软 蔡文总统 不客气的说 你什么都好 你败在一个字 空 架空的空 我想到你这三年半 我一直去想 你的执政我要怎么去形容 就好像去夜市点了一碗 蚝啊米耍 叫过来 这么大一碗 我找不到蚝啊 你都用读稿机 你没有中心思想 你用你的幕僚写的稿子 你来练 你没有办法勇敢面对人民 人民跟你隔得越来越远 全部是你的安全人员 各位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现在2020年还要台大法律系的当总统吗 不能换人吗 请各位台湾 我们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好朋友们 你去思考一下 第二 什么人能当总统 大家说韩国瑜长得真不像总统的样子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现在总统叫川普 贵乡亲 把几十个总统照片拿出来 哪一个像总统 30年来台湾 中华民国 30年前总统蒋经国 身材无短 脖子短 四肢短 碰 换了一个五长身材 李登辉 脖子长 四肢长 再换个五短 陈水扁 再换个马英九 五长 蔡英文总统在这 我不好意思讲 应该算身材算匀称 不长不短 各位亲爱台湾同胞 什么人像总统 总统该像什么样 第三 总统可以跟大企业家 在餐厅吃牛排喝红酒 当了总统不能够 跟小老百姓吃卤肉饭吗 总统可以代表国家 接见外宾 温文如扬 总统不能到路边摊 热炒一百块钱 喝杯啤酒 跟大家老百姓唱卡拉OK吗 当然可以 我们脑袋坏掉了 绑掉了 认为总统高高在上 错 韩国一当总统 保证跟庶民在一起 没有谁像总统 没有谁不像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说难不难 说容易不容易 但是担任公子 从上到总统 下到村里长 做好三件事 你就是最棒的总统 不要选了总统 做了总统 还搞不清楚 总统怎么干 亲爱的台湾乡亲 台湾同胞 认同我 去思考一下 第一 总统要确定 国家发展目标 韩国一当总统 目标非常清楚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第二 总统要以身作则 不贪不去 第三 用一个清廉 有效率的团队 把优秀的人才 适当的人才 放当的位置 经济部 国防部 交通部 外交部 放好 监督他们 一旦确定的目标 全部2300万人 往前冲 以身作则 带领团队 怎么会不成功 这三年半 台湾人民过得太辛苦 太懵了 孙悟空陪唐山在西天取经 带了个金箍咒 2300万人现在都带金箍咒 为什么 我们不快乐 我们好闷 这么灿烂一个台湾 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 我不服气 韩国当总统 各位台湾乡亲 台湾同胞 你信任我 让我立法院过半 我保证让台湾欣欣向荣 一片快乐 快乐的台湾 快乐的台湾人 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做不好四年后让我滚蛋 支持总统 支持国民党立委 谢谢大家